上级呢咱们讲到了杜成在太原那边回到北京之后开始潇洒的玩儿 没撑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有人找到了杜成身边的大哥找到白章 让他出面处理杜成和当时警力这个事儿 这个人不是外人啊 是大伪哥 跟当时这个白章大哥呢身份期不相当 而且说话呢相当有力度 更何况是求人家白章大哥姿态放得特别低 那白章大哥一吵没办法了 给警力呢也是一顿骂 回头呢说帮他他说说杜成这边给做做工作 这不是接下来之后 第二天白章大哥就找到杜成了吗 在当时四个月人挺多 白章大哥一进来杜成他们都非常尊重白章大哥 哎大哥大哥过来了 白章往那边回头啊 过来了 说杜成啥又起来的 今天起来早 昨天晚上睡的也早 啊行 睡的早点行 晚上少喝点酒 哎杜成啊 说那个我跟你提个事啊 杜成家伙咋的了大哥 哎那个谁 胡锦丽你还记得不 杜成一听 记得 那不是那哈的吗 太原那个胡锦丽吗 说对啊 说你还还记得他呢 记得 他要慌我 我肯定记得 我就是得不着他 得到我弟弟干的 强啊 有人脱关系了 嗯 啥意思 有人找我了 找我说我那意思 说那个能不能说看在那个啥 大哥的面上 那个谁大伟面上 那么那个一笑别人 然后他找了一个人挺硬 找谁都不好使 他在太原那边装逼的说 吓我说他干啥呢 哥他干哪呢 哥北京呢 哎呦妈呀 你给我打电话呀 我去我直接把嘴里打折的 他不要干我吗 我拿狗把我拎过去 我让他看看 谁干谁 谁干谁腿 那个杜严啊 说那个乔大伟呢 他是谁呢 一提 啊 谁谁谁 杜成家伙咋 我操 这么硬啊 嗯 跟我关心谁好 啊 不能说贼好吧 至少我俩 谁也不能说跟谁犯冲 你说昨天在那个长安俱乐部里跟我吃饭 姿态非常低 那想让你这边画干额为一波 我当时没有替你做决定 因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 因为毕竟咱们咋说 咱们是一般 我向着你说话 我也不知道你啥意思 我就说帮你说说 你要是说行 这边我打个电话 咱们吃口饭 咱们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如果说你要说不行 那这件事我就不管了 行吗 杜成哥这一听 那个 哎呗呗呗 如果弟弟要做的对与错 多与少的 你说不能说跟弟弟较真啊 你说这傻话呢 啊 那个毕竟你是我哥 对不对 那肯定的杜成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哥 哥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也是你弟弟 你说这事应该怎么的 我觉得这个事吧 你应该花刚哥为一波 坐一起吃口饭得了 也没那么大事 你不也没事吗 再说了那边你也把人给打了 那这么呢 哥 那你要觉得没事 这个事就拉倒吧 那说这两天呢 我有事 等那个两天之后吧 咱们找个地方 再吃口饭 完了咱们再说 见面的时候再说吧 都成啊 翻篇了 翻篇了 哥你都说了 那翻篇 咱就翻篇吧 那就是太好了 那我就跟大伟就说一句了 啊 完了咱们到处在一起吃口饭 咱们把这事一说 一说开 他道歉 咱就算过去了 行吧 行 行伟哥 那你就办嘛 行 那我打电话 当时人家这个 人家白章大哥 巴巴一个电话 直接就打给谁 打给当时赵大伟 赵大伟这边打电话 喂 白章 哎 大伟啊 我跟你说一下的啊 我跟杜成在一起呢 啊 哎呀 嘿呀 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你费心了啊 那个是找忙个事呢 杜成跟我说了 可以 但是这两天没时间 过两天找个时间 咱们坐一坐 完了这个事呢 看我面翻篇了 咱以后再也不提了 啊 这事就算过去了 哎呀 那这么的吧 过两天我找个地方呗 什么你找地方 我安卖个地方 啊 我是中间人吗 完了杜成这边 我弟弟 这家你这边 咱们坐一坐 到时候咱们就好好一说 这事就拉倒了 我再给介绍两个哥们啥的 那行 那大哥 那行那妥了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就这么定了 好嘞 巴大一挂 成啊 那就这么定了 过两天我找个地方 咱们是上哪呢 上哪都行 那就上那个 中国会吧 在那吃吧 行 那我就先走了 我这还有事 唐勒大哥你走了 当时百姜大哥 这不测了吗 当时那边 小宝这一吵 哎 真拉倒啊 不是两个拉倒了 你看哥都说了 那怎么不拉倒了 你俩手机打呢 我给广州打电话 我找五个 想五个了 你想五个了 不是你早不想 晚不想 你这时候想 那怎么的啊 五个到北京溜达 就怎么的啊 咱到广州那边 不是一直五个 安排咱们吃饭吗 对不对 那我想的五个 让五个来溜达溜达 跟他进入酒喝点酒 没毛病啊 巴大电话一打 打给五个 五个在那边 拿电话 一拳一拐 拳个狼尼的 哎 成帝啊 哎大哥 你干啥呢 我能干啥呀 一天家里边捐的呗 没啥意思 哎哥 没啥事 不行 你来我这呗 你来北京呗 咱一起溜达溜达 啊 行啊 那太行了 你也不给哥哥打电话 我也不敢贸然到北京去 对不对 没人照着我咋的 我怕在 他当时在爱揍啥的 五个 你别跟我开玩笑 哎 你来呀 那我啥时候去呀 那你今天看有没有飞机 有飞机 你飞不来呗 这么着急啊 咋的有事啊 五个 你来北京 我请你玩 我有点啥事 我到时候到北京 我再跟你说 谁欺负你了吧 哥 还是你了解我呀 咋回事 你电话里边说 没事 不用飞得当面 这么个事 头段时间 我上太原那边 帮我一老弟办事 嗯 有个叫胡鼎立的 在太原那边 拿狗袜吓我 说要把我腿打折 他敢 他人呢 跟北京呢 干他呀 我不敢整啊 人家这边是人家谁 人家是百姜大哥 人家一个哥们 叫大伟 谁 啊 他呀 说咋的 他罩子的 你说我不行 我这是整完吧 回头我哥还得骂我 我说五哥 你能不能替我穿个头 把胡鼎立给我磕的 那你等着吧 我过去 你早说有事 不就完事了吗 我现在赶紧给我买机票 最早的 越早越好 我马上上北京 成啊 啥事没有 等我到北京的 我替你穿这个头 哎 那妥了啊 五哥 我在北京等你 嗯 好嘞好嘞 八大一挂 你看 小碗里吵 你不还要干人家吗 我没干呢 我啥时候干他了 我到时候我也不动手 如果是五哥 看他不碎眼 五哥干他 那跟我就没关系了 如果丁俊 要是不老实 他俩动手 跟我有啥关系 也不是我动的手 你挺损的 那百丈大哥 那他是我哥 我做的过分 也不过分 他始终是我哥 我俩这份交情 不可能磨灭 我哥说的 杜成你太损了 往那边吵不吵吗 五哥第二天就干来了 到那边 四合院 跟杜成他结合 又把中间 当时这个赛季太阳的事 又聊了聊 包括丁居委也来 也听说杜成他们 几个过两天 要跟那个叫胡锦丽的 吃狗饭 当时我跟你说 韦哥当时就急了 直接告诉 到那边就揍他 谁的面子 谁有这么大面子 欺负完杜成 能却战胜退的 有几个人 包食 露汤 都是弟弟 五个家吧 成啊 你要是不方便吧 到那边 你只负责喝酒吃饭就行 剩下事就不用你管了 你看这几个大哥 给他一伤了 这事还能说整不成吗 第二天 百丈大哥这边 直接就在当时 中国会打电话 直接一个电话 杜成啊 赶紧过来吧 说你那边都谁 我那边没谁 说那个小宝 说那个伟哥 丁居委也搁这呢 那一起来吧 说那谁五个也来了 五个也来了 五个上北京来 办点事 完了正好搁这呢 那一起过来 一起过来 怎么了 那行 搁中国会呢 搁中国会呢 巴一挂 这边电话 直接打给当时 那个大伟哥 大伟那边接的 哎 哎大哥 那个大伟啊 你上中国会来吗 那我那边都做了 都整好了 杜成他们那边 马上过来了 完了你跟那谁 警力啊 到这边坐一坐 咱们再一起吃点饭 完了我给你介绍两个大哥 挺挺牛逼的人 行行行行 我把人过去 好 妥了 八一个 那你看 这边当时 这谁呀 当时那乔大伟这些呢 找人家 找人办事 咱不得早点去吗 跟当时胡锦丽两个人 也没带外人 有两个老弟 一共四个人 就到中国会 到院里面 然后人家摆着大哥 哎 大伟过来了 大哥 麻烦你了 麻烦啥 来出来 说那个渡城 我估计也快啊 这小子有点好磨蹭 早点晚点你别挑 咱们不挑 他是弟弟 对不对 他那个 说那个 愿磨蹭点 咱们都能理解点事 挑啥的 正好咱们给他喝点茶 你说喝点茶 外面是个八一顶到这 渡城就下车了 渡城 带着几个老弟 包括当时那边那个 什么 那谁呀 徐老五五个 走到一圈一块 嘎啦嘎啦嘎啦 就往当时院里面来 这边当时丁静伟 直到西洋的嘎 进屋里边 直到保护一推门进来 晚上一早 哎 杜长 杜长一过来 哥 来来来来 那个给你介绍介绍 说那个谁这是 大伟叫伟哥 不是啊 伟哥 啊 说那个大伟啊 这小杉啊 说这个要把五个来了 说那个广州的五个 哦 哎 你好五个 五个一瞅 你又是大伟是吧 啊 我是大伟 哎 你好你好啊 这边是丁静伟 哎 伟哥你好 丁静伟啊 你好 小宝一位是 哎 你好 说那个 这么的啊 给你们介绍 说这个是警力 说大伟那个啥 弟弟 这不是警力一过来 哎 说诚儿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说那个 咱真是大水痛龙王庙 自己家人没认识人 都说没事 那个警力大哥过去了 哎呀 太感谢 太感谢了 宝贵 哎呀对不起啊 小宝 宝贵 没事没事 过去了 往那边说 这个是五个 哎 五个你好 五个趴一握手 你叫胡锦丽 啊对 我叫胡锦丽 就在山西那边 你喝着肚丑 是不是 啊对 我我喝着肚丑 啊 啪啪就一下了 给当场所有人都干懵逼了 五个说动手就动手吧 那手这边还握着 这回手巴就一下了 直接就打到胡锦丽脸上了 这一打 这边当时丁静伟上去 棒一脚 直接给胡锦丽 就踹在那边了 摆张大哥看懵逼了 杜成说 哎 干啥仗啊 这是 当时这边拿着拐杖 那家伙五个和丁静伟上去 哄哄就给露上了 你说当时乔大伟一说 哎五个 五个一媳妇的 上一把哪家 跟你没关系 啊 你别惹我告诉你啊 你惹别人我管不着 但你要惹我 肯定是包使 他打杜成 杜成是我赵子 我弟弟 敢说谁敢说 想晃杜成 先过我这一关 丁俊伟上来 起来 上一把哪一棒棒的 一顿杠 摆张手 干啥呢 不哥 那个摆张 他在山西那边 他让杜成下来台 到四九成给他抓着了 我能让他下来台吗 我得让他知道 这自己的定位是哪 你说给当时大伟给气的 一头摆张 大哥 咱这是鸿门宴的 整了半天 这是鸿门宴吗 哥 你这么玩 你觉得你对得起弟弟吗 你这么整 你觉得咱们之间 这个事 以后还能抬头 不见地道家 还能处了吗 白张 杜成 你啥意思 成哥 跟我没关系啊 不是 大哥 五个 别打了 别打了 五个家起来 上这 框框两手的 你敢还手 当时胡锦丽 有没有能力 还手的 但是不敢还 丁俊伟抓他 框框几拳的 巴巴就给 露到地上了 打得鼻子两种的 当时人家这边 吵不吵不 一吵 白张大哥 我给你一遍 杜成 行了行了 都大啥样了 行了行了行了 出口气得了 也没几个事的 这边一段 你把这边胡锦丽 爹 瞅不瞅 我当时是大伟哥 大伟气的手持 赚拳头 我跟这边 那个 白张大哥 哎 那个 警力啊 咱那个事 拉倒了没有 啊 拉倒拉倒拉倒的 行了吧 行了行了行了 杜成啊 杜成一手 咋大哥 是不是警力 那边不欠你啥了 啊 不欠我啥了 啥也不欠了 要是啥也不欠的 情况下 那个杜成 那我们呢 就打到恢复了 说那个中国会呢 我们也来了 饭呢 我们就不吃了 啊 我这老弟呢 也欠奏 也该奏 啊 打他没毛病 我哥 不好意思啊 说葬了你的手 呃 丁军伟啊 是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你看你俩还一起 打这个贼 打这个胡锦丽 说这个事 我们也认错了 也认栽了 以后呢 咱们抬头不见 最好就别见了 完了我就欠撤了 你要是不留咱们 咱就走了啊 这边一扒了警力 找警力 这把警力打在一边 直接跨跨着一走 百良大哥一朝杜成 你这不是玩的吗 你把我都里边了 哥 我没想到杜成 你别跟我说那个 你给我说点实话 哥 在太原里边 他没给我好果子吃 今天我没有干的 哥 我说他做到了 我也给你面子了 丁军伟 五个揍他 给他多大面子 那还咋的 哥你不能伤我气吧 伤里巴拉去吧 那以后我怎么见大伟啊 他不愿意跟咱们玩 就不玩呗 想玩 他还得巴不得 求得咱们呢 行了 这事拉倒吧 再也别提了 咱们给这吃狗吧 得了 你看接下来 他们几个 这个事还没了 往下 你看他们在上海 又干了一张 预知下级如何 请观众老弟 下级嘎嘎精彩 咱们不过 一番好